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生物基复合材料 你可能会好奇 生物基复合材料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用天然的植物资源 像是植物纤维、淀粉、木头纤维等等 跟一些合成材料结合起来做成的 这种材料不仅环保 还可以取代传统的塑料和金属用在很多地方 那我们先来说说生物基复合材料最大的好处 环保 跟传统材料相比 它的生产过程通常更节能 用完之后也更容易分解 也就是说可以减少垃圾 对环境更友好 而且你知道吗? 这种材料已经开始用在很多行业了 比如说在汽车制造中 用生物基复合材料可以减轻车子的重量 这样就能省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更轻的车子不仅能提高燃油效率 还能提升整体性能和驾驶体验 在建筑行业里 它可以用来做更环保的建材 像墙板、地板等等 这些材料不仅耐用 而且在生意、产和使用过程中 对环境的影响更小 还有一个很酷的应用就是电子产品 想象一下,你的手机壳或是笔记本电脑的外壳 都是用这种材料做的 不仅结实耐用,还很环保 是不是超棒的? 这些生物基复合材料 不仅能提供与传统材料相媲美的强度和耐用性 还能减少电子垃圾的产生 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 使用环保材料变得尤为重要 当然,生物基复合材料也有一些挑战 比如现在生产成本还比较高 技术上也有一些难题要克服 比如,如何在保证材料性能的同时降低成本 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等等 不过,随着科技进步和更多公司参与进来 这些问题都在慢慢解决 很多研究机构和企业都在致力于开发更高效 更经济的生产方法 以便让生物的基复合材料 更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 总而言之 生物基复合材料代表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 它不仅提供环保的解决方案 还创造了很多新的应用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 和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生物基复合材料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我相信未来我们会在生活中看到越来越多这种材料 从日常用品到高科技产品 生物基复合材料将会无处不再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 记得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你能继续关注我们 了解更多关于绿色科技 和可持续发展的最新资讯 谢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